海風進逼 畫面中可以看到一整排店門口都出現淹水災情 附近地上一片髒亂 還讓水溝被堵住 積水無法排出 民眾經過都得拉起庫管 小心翼翼涉水而過 而這地點就在基隆艾茨路 當地民眾表示 2號晚間大約9點多 基隆港海水就從田寮河漲上來 艾茨路夜市的末端馬路和騎樓都開始出現積水 不少店家趕緊裝上擋水牆 將水掃出 但像這間店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田門一打開 裡面都是水 譬如外面 蠻久沒有淹成這樣子 田面真的是超嚴重的 連警察地都還圍到封鎖線 這因為是蠻潮的關係 漲潮 所以我們是水位差不多 跟田良的水位差不多 所以這裡擺不出去 擺不出去就倒流 李璋表示這次之所以會這麼嚴重 是因為剛好碰上滿潮 才會導致基隆港海水倒灌淹成一片 市府公共處接獲淹水消息也隨即安排一部小型移動需抽水機 晚間11點左右的水已經慢慢消退 目前基隆市已經宣布三號停班停課 這樣的淹水災情還是讓民眾見識到了卡努颱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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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赤 data 那再帶您看到呢這一邊其實這個橋在走過去 其實是可以來參觀這個沙雕藝術季的 有一座一座沙雕堡都在那邊 但是呢現在也用封鎖線圍起來了 就是因為橋過去那邊就是海浪可能會拍打到的地方 其實會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危險 再帶您看到這裡其實呢也是因為科頌卡弩颱風的影響 這邊呢也做了一些防護措施甚至也貼上公告 這邊這些芙蓉大飯店因為呢 目前已經發布海上陸上警報了 所以他們也是暫時的暫停營業直到8月5號才會來重新復業 再帶您看到這裡了其實都是一些觀光客會來到的地方 不過現在的店家也全部都已經停業 全部都已經關門休息 就是因為卡弩颱風目前的暴風圈都已經正在影響東北部地區 而它狹帶的豪大雨還有強風呢其實都非常非常的驚人 而在今天呢跟明天這個卡弩颱風 將是會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候 它的暴風半徑呢已經是達到中台的巔峰是到280公里 而在這兩天呢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可能都會帶來非常強勁的風勢雨勢 可能會有出現9到10級的強震風 而今天呢新北市也已經宣布停班停課了 民眾如果非必要的話千萬不要外出 如果真的要外出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以上最新時間鏡頭交緩棚內